秦鎮運長 蘇貞昌昨天晚間在臉書上表示 政府採購的二十四點九萬劑莫德納疫苗 預計今天下午三點多將會抵達臺灣 原本預計八月底到貨的一千萬劑疫苗的目標 不但已經提前達標 加上這次二十五萬劑的疫苗 臺灣的疫苗到貨量 將會超過一千零三十八萬劑 而COVID-19公非疫苗預約平臺 第六輪將從八月十六日上午十點 到八月十八日中午十二點止來開放預約 此輪可以接種的疫苗為高端疫苗 符合預約資格對象為三類 包含了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 三十六歲到六十四歲一般民眾 以及二十歲以上第九類對上等 預計八月二十三日到八月二十九日來施打 而且會看疫苗的供應期程 來調整接種的上次